被最强七五海一招秒杀 能打飞赏金超40亿的四皇 在战国眼中 圣平真的比老沙更强吗 为了保护愚人岛 圣平答应海军的邀请成为七五海 当年与年轻气盛的艾斯战斗 两人大战五天五夜未分胜 圣平来自愚人组 在大海中战斗才能发挥出百分之百的试炼 能与艾斯在陆地上打成平手 可见当时圣平的战斗力不在艾斯之下 来到马林泛多之后 圣平只有一个任务 为陆飞叫艾斯扫清障碍 赏金三亿两千万的莫莉亚阻挡陆飞 圣平先用海水捣定僵尸军团 又来了一招交瓦政权 轻轻松松将莫莉亚击败 对战世界第一剑豪英眼 也是最强的七五海 圣平完全不够格 连黑刀叶的一招都没能扛住 被打飞出去掉入海中 这场战斗在漫画中没有 属于动画组加戏 不能代表圣平很弱 见到杀红眼的赤犬对陆飞出手 圣平拼尽全力才挡住岩浆拳头 士犬略带鄙视地说了一句 你应该知道老夫的实力有多强 圣平表示即便丢掉姓名 也得保护陆飞 可见他知道鄙视犬弱很多 不过当越狱小分队刚抵达马林半多时 战国却对圣平表示出了忌惮 没有理会在场的克洛克达尔 反而是质问圣平为何不同意海军的召集 可见在战国的心路中 克洛克达尔还没有圣平带来的威胁大 在草帽团歇业的两年里 圣平为了保护鱼人岛 加入Big Mom海贼团 当陆飞闯入蛋糕岛时 圣平果断与大妈脱离关系 成为草帽团的一员 面对浑浑果实的威胁没有退缩 用区区四皇让大妈颜面尽失 真正与大妈交战时 圣平没能挡住拿破仑的攻击 被打飞到海中 反手就给大妈冲了一个海水桶 又将他从桑尼号上打飞出去 从此也看出圣平真正的实力 在大海中战斗甚至能与四皇较量一番 来到荷之国对战百兽海贼团 圣平表现没有索龙和山智亮感 索龙的对手是第一大探板岩灾记 赏金达到13亿9千万倍 觉醒霸王色霸气斩断镜的一条翅膀登基地狱之王 山智的对手是一灾奎英 赏金也有13亿2000万倍 觉醒身体内的血统因子 变成刀枪不入外加超级恢复的魔神 圣平的对手只是非六包之一的福兹福 赏金只有区区5亿4600万 从整场战斗的经过来看 福兹福都没有对圣平造成威胁 即便使用出人兽形态 还是被圣平一招鬼瓦政权击败 随后圣平的赏金涨到11亿 居然比山智高出6800万倍 可见圣平还未发挥全部实力 说不定已经有接近大将的水准